说到这个千红相 咱们听说过这个婚介所 相亲大会 但是您听过免费发对象 最近在山东一位阿姨几个月内加了1800名微信好友 就位给年轻人发对象 这位阿姨 山东济南的一名社区居委会的主任 名字叫做赵慧 据赵阿姨介绍 他们的社区有一个叫做邦邦团的公益组组 社区大妈邦邦团成立于2020年3月份 一共有16位成员 年龄最小的50岁 最大的已经71了 疫情期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社区的老弱病残 但是入户摸牌的时候 阿姨发现社区有很多大龄的单身的男女 由此便产生了想帮助他们牵牵馅的念头 是的 从今年的2月17号开始 社区大妈邦邦团就开始致力于帮助青年男女找对象了 前来社区进行登记的不仅有山东本地人 还有外省人 甚至还有来自国外的单身青年 赵阿姨介绍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报名 线下90%都是父母来帮孩子报名的 线上通过微信等渠道 报名的一般都是年轻人比较多 赵阿姨说忙的时候 她的手机几乎24小时不间断地响 不停地有人来咨询相亲的项目 两个队一来这线上线下报名的人数超过2000人辣 已经促成了100多段 虽然说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情侣 但是看到小年轻们谈得来 赵阿姨跟帮帮团的成员们都很开心 赵阿姨一牵手你就嫁他 为何这个大妈们撮合对象的成功率这么高呢 赵阿姨说他们都是过来人 对于找对象他们更明白更懂 秘诀就是在介绍之前 先把对双方的报名信息的综合对比再进行介绍 所以成功率自然就很高了 看到社区阿姨们的战绩 有不少网友们纷纷表示说 阿姨们加个好友 咱借一步说话 一帆一帆快去加个微信 我这准备下了节目赶紧扫扫微信 扫扫阿姨的微信 红管大妈真的是很受欢迎了 所以呢各位春暖花开了 想谈一场甜蜜的恋爱嘛 赶紧加阿姨的微信 来交给一帆吧 就想问一问这个微信上哪扫 赶紧想着扫呢 请不吝点赞